請坐 請坐 各位動心 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要上課以前 要請問大家 因為早安 在開學 算開學店內 有聽到一個動心說 他聽不懂 本土台灣人的台灣人 聽不懂 請搖手 好嗎 好 放下 好 所以 今天 我要來跟大家講這個 課程 可能就用 叫做 一般話 就是我們說 漢語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是第一次見面 因為時間上也很寶貴 我不要講太多 可以上電腦的 去找的 去找的 舉手一下好嗎 我還不少 謝謝 換一下 我是 張文彥 你到 雅 Google 裡面去找 打張文彥 會 找到 我 因為有時候 張文彥會很多 如果 直接會找到我 你就 張文彥教授 這樣的話 一進去就 看到我的資料 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出生在台中的神刚 差不多中小学在中部 大学部分跟当兵还有出来工作都在台北 差不多25年 然后到国外16年 再回到南部 到现在也差不多12年 所以中部呆过台北呆过高雄跟台南 现在居住在台南 这是我的过程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是第一届的就来我们信念班担任这个课程到现在 那我所开的课程都跟会计相关的课 那么为什么 大家去想一下 为什么 阿扁总统 马英九 那么 都出问题在会计这方面 但是大家有没有在考虑到 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会计人员都没有事 主观都有事 想一想 有人说是历史的供业 实际上 这些主观人员都没有这个会计的观念 如果有会计的观念 就不会吃这些事情出来 所以会计会计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的问题 会计itor 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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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前用在哪里去是怎么用 一般说也是一步一角行都可以显现出来 最近,袁清彪,他的立法委員,因為十幾年前,用工會喝花酒,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跟什麼有關,他用工會喝花酒跟會計有關,也是他的記帳憑證上可以顯示說,這個田跑去哪裡。 所以,法院根據這些評證來判決。 這樣大家想看看,這個有重要還是不重要。 所以,大家要一定,你在當民政府公務人員的時候,你要知道這些錢用去哪裡。 對人民有沒有什麼幫助,都可以從這個評證裡面看出來,他的效益怎麼樣。 所以說,這個就是要跟大家知道,先說開場白,會計制度的一個重要性。 再來就是,要來跟大家講,內部控制的問題。 內部控制啦。 因為,如果下面的神記部門,下面的主記部門,認為說這個錢,就跟主觀講說,這個你不能用。 這個你不能用,你這個不能用,你這個不能報,你這個可以報。 都講得很清楚的話。 那,元清彪會不會說,我來負責啦。 他會不會說,他會不會說,判判刑以後,宣布要去坐牢的時候。 他說,他問啊,下面的部門說可以啦。 那就是,就這樣報嘛。 所以,大家要認清楚。 當然,沒有看到他的案子,把主記部門的人,跟審記部門的人,來判刑。 好像沒有啊。 所以,大家要自己,如果當公務人員,如果以後,你來做主觀的時候, 你也要特別注意這些問題。 這個主要就是說,他的內部的控管不好。 他說,你要用,你就拿去用啦。你要用,就拿去用啦。 如果在我的觀念上,以後要判刑的啦。 你是主記人員,您最清楚,不能用第一次發現的時候,您就要退回去了。 不能說,給他一直再這樣用,再報。 那麼,神經人員也馬上可以要發現了。 所以說,以後的法律上的改變,你是專業人員, 你必須要負責專業人員的法律責任。 所以,在這個內部控制方面,也要特別加強。 那麼,我講了這個,我們只要今天跟大家所探討的,就是這七項。 這七項裡面,在第一項,剛剛我提的原金標,這個是最近的一個案例。 現在我們來看,發生的一些案例。 看,發生的一些案例。 沒有征詢啊,會計制度的案例。 這個大家也蠻清楚的。 633。 633,大家應該很清楚嘛。 馬英九的政策633,剛好跑出一個633出來。 633事件。 清楚的,表示一下好不好。 這個案件,知道的人。 633事件,這個案件知道的人。 有沒有? 好,請換一下。 這個案件啊,我就大意把重點講一下。 一個總領事啦,如果是有邦交的話,這個地位是總領事的地位。 總領事的地位,要派到國外去。 一定跟總統照相才出去的。 一定到總統府見過總統以後,才外派到國外去。 這樣是不是高官? 啊,是高官。 啊,是高官。 那麼,這麼大的高官,他會自己花心想嗎? 一個,等於現在沒有,因為是辦事處啦。 辦事處,起碼這個辦事處也有五六個職員啦。 一定分得很詳細。 一定有管會計跟出納的人員。 那他一定要去花,跟他的費用花,來花錢給他嗎? 是不對的。 所以他沒有遵守會計制度。 如果他的錢,來工作的員工,就由會計部門去花錢給他。 也不會發生這種問題啊。 所以這個,啊,流亡政府啦。 就中華民國啦,自己丟臉,丟到國外去。 啊,再,再,啊,說要,要,認罪協商。 他說要認罪協商啦,趕快賠他錢,認罪,就回來了。 美國調查局啊,他就把他扣下來。 關,啊,差不多兩個多月才給他回來。 這個什麼? 啊,上手銬,還有什麼? 交流啊。 重點,我們很清楚,先給大家認識一下。 啊,手違背會計制度。 啊,他對,啊,內部控制沒有做好,就是,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好啦,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大家,那個,那個,您把里也是一個名人啊。 啊,啊,啊,企業界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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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一个公司 这个也是没有遵循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 一个大公司 董事长的交际 要花的礼品 都也是有一个制度 经过采购 采购人员买回来 再交给秘书 然后在由董事长要出去的时候 带出去 他现在就直接交给秘书 那就问题就出现了 有这种状况 那么这个例子 你看一个他就是冒房 就是那么林派里的签名到出纳里面去 他全会直接会在他的户头上 这个也是蛮奇怪的事 那这个给大家看看就好了 所以要跟各位 现在都是资讯时代 资讯时代你一犯罪 你就怎么样 永远 跑不了 在资讯上网去查就知道了 好像大家要查我的话 那么Google Yahoo打上我的名字 一上去就找到我了 所以很清楚了 这个大家要 尤其是年轻人 你们一定要做对了事 为自己来开创一个好的前程 我们跟年轻人拍拍手 好吗 欢迎年轻人来参加 的确来这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们再谈一个 台售在管理方面是蛮 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的 台售集团 那么台售 那当然他也是违背了什么 内部控制上 一般公务人员 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他们也违背了这种现象 发生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例子 也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教育部 教育部 顾员 他侵占了教育部 重点科技基金 2600万 一个顾员 他有这么能耐 占用了2600万 事实上 这个在管理上 内部控制上就违背 我们了解了这种状况 到后来只追回了多少 3万 3万7 其他 一个人 可能这个也没有犯什么罪了 等于是侵占公款 判了 几年就出来了 那有的22k 2600万 要做多少年 也要将近要十年 大家有时候去坐牢 坐一下就出来 就赚了 还比 等于是 这个赚钱还比什么 还快 所以我要 我要告诉各位 很多要注意到的 那么现在还要再告诉各位 红十字会 我当小学生的时候 都要用钱去买 买一个红十字的贴在 我们的胸前 说 我很光荣 我们来赞助这个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的钱 都是善款 善款又没有善用 总会跟婚会 在打官司 钱婚的 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 日本人 这些朋友来到台湾 很感谢说 台湾在津波的情况之下 三一一海啸的状况下 我们台湾 监纳 很多的钱 大家可以看到 他很感谢我们 但是 这个上款 他还 我们 一款 未执行 的百分率占 百分之六十五点七 这个 这个 我们 我们这个就是 不是 我在讲的 这个是 自由时报 报道的 这个 很多的 上款 总计 还百分之三十五点三 都没有出行 所以 认为 这个是 会计制度也有问题 因为 那个 早期 陈昌文的 律师事务所 也出了很大的 疲漏 就是 他们也 出了一些问题 还有一件次 这个根 没有征行 会计制度 8月1号 的 报导 说 这个 主记长 将 自日性的 行销 开 违法的 后门 立委 要来 谈课 主记长 最知道 会计的 处理程序 没有遵守 像什么 那个 建国 百年 都有一些活动 经济部 也都违背了 采过 华 就是 多 一笔 烂账了 那么 就把它 爆销 所以 所以这里面 我们可以 体会到 照 讲的话 这个是 知华 换华 那知华 换华 很多案例 马英九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健保会 已经告到 高等法院了 都判 要赔了 判输了 他也不赔 是不是 依法行事 挂在口边 事实上 他有没有遵守 根本没有遵守 所以大家 去思考 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会 在英国 经济 学人 来 他想要 颁一个 诺贝亚和平奖 而英国 先颁一个 人家 换 笨蛋 所以 大家很清楚 说 Bumper Bumper 好了 我们再来谈 刚刚讲的 一笔 浮屠杖 神迹不批 这个 也报道 是最好的 那 我们差不多 这个案例啦 都告诉我们 经济部啦 金资啦 全部报销了 都盖章了 都给他们 和销了 这个都是 不可以的 好了 这个 了解啦 这些以后 我们现在来讲啦 真正 我们要给大家 知道的就是 会计制度 是什么 现在 讲回来了 大家就看到 这个案例以后 就发现说 因为没有了解 会计制度的话啦 发生这很多的事情 给大家知道清楚 现在来解释 什么叫做 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 要一般公认的 会计原则 大家认定的 会计原则 还要跟什么 法令的 相关的要求下 一定要有 法令 议计啦 很多 马英九 执政的时候 要花公务人员 上年度的 七月份 调薪 百分之三 这个都是违背 会计法令的 一般 税入跟税出 税出 一定要经过 预算程序完成 才可以做 他们硬的 加花 百分之三 这个都是违背 法令 这个也给大家 知道一下 会计 有会计法 有会计法 那么会计法 所规定的 会计制度 也包括这些 六项 就是 哪一个会计制度 必须要有这些 的账簿 我们有会计报告 科目账簿 凭证 跟它的 辞理的程序 还有内部 审核 所以我们 今天的重点 就是讲 会计制度 跟内部控制 这个是 这样的 好了 跟我们以后要 更相关的 一般的会计制度 公司 航号 现在政府 也纳定 这个整个 企业的 会计制度 来了 在政府方面 又有另外一套 就是政府 会计制度 那政府 会计制度 那么 我们会在 高级班 来开 就政府 那么一般 我们政府的 会计 审计 制度里面 来讲 那现在 我们所谓 政府会计制度 最主要 是来做一个 政府预算的 管理的工具 推行 政务 控制 资源 那这些 还要 根据什么 规章 来做 处理 政府的 会计 制度 主要是 做什么 等于 岁入 跟岁出 要 坚衡 不能 在 正常的 状况 之下 岁入 跟岁出 要平衡 不能 收 等于 赚的钱 跟用的钱 要相等 不能 说赚的钱 比较少 用的钱 比较多 最近 报纸也闹了 报道出来说 台北市市长 为了 他要办的一些大活动 要挤在 有挤在的法令上的一些限制 很不满 在一些反弹 这个报纸有看的 大家都 可以了解 事实上 只要 政府的会计 是要 税入 跟税出 要 平衡 现在都不是 每一个 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都一直花钱 能够借 尽量借 到时候 每一年 阿扁 执政 八年 马英九 执政 现在 将近 四年多 几债就超过阿扁 所以 把 我们台湾搞得乱七八糟 大家都也很清楚 所以 拜托大家 回去去鼓励 年轻人 有专业的 来受信 未来 未来 只有靠他们 来 大量的 我们必须 年轻人参与 改革 大家要记得 一个数字 美国 美国告诉我们 我们要信念多少人 十千人 我们身份证要 多少分 四万余 四十一万人 达到了 正前要交给我们 我们 义故啊 秘师长 两年 两年 所以 大家 告诉年轻人 他有专业的 我们要一批很需要专业人才的年轻人来参与 来参加受信 来参加高级班 马上啊 那么 就是 起码 两年的时间 我们要这场正前 大家 不要有 这个准备 那现在要 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大家理解一下 会计 制度 公认的 原则 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 它都有 十项 这个就是 第一个 就企业个体 就是 我们 地方政府的 账 它就是 一个地方政府 为一个个体 我们中央 单位的账 就是中央单位的 一个个体 就是说 每一个公司啊 你的账 不是你 老板 私人 所有 这个在 我们 台湾的中小企业 百分之 差不多 八九十啊 那么 都是个人企业 比较多 它认为说 这个公司 是我创办的 多钱 我拿出来的 我要用钱 就跟外界讲说 我今天要出去 拿两万块给我 这样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 公司的账 就是公司的 你要自己出去 你如果出去 你如果出去 付了钱 真正 替公司做事 那这个单据 可以拿 回来报销 如果你去 私人用途 不可以拿回来 报销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 一定要 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 个体 要划分清楚 我们公家的钱 就是公家的 私人的钱 就是私人的 在 美国很清楚 我们这些的公务人员 也不太清楚 他就是装傻 美国的官员 如果你是假日 吃气 理由 你不可以 用公务车 所以美国 有的家里面的车子 有两三部 每一个人都一部 那如果是公务车 就 公用 你开私人 去拜访朋友 那你就要开 自己的车 去拜访 这个就是 一个 企业个体原则 就是 公司要分开 第一项 公司要分开 第二项 当然这个是 一个国家 他都是 那么 永续经营 大家会不会发觉说 最近 流亡政府 他的政策都是什么 他 一直把钱花一花 准备要怎么样 落跑 高层 他们都知道 有人 去办 身份证 要到 附证事务所 去领 领收 我要领 日记时代 日本时代的 那个 付给腾本 他说 你要做什么 他就跟你 揉嗦了 你要领 日本时代的 付给腾本的话 都会 啰嗦 只要是什么 现在 通令 要统计这个 四字 他们也在 算时间了 他们也知道 我们的信息 因为我们是 向全世界 发布 我们都很透明 四十亿万 美国 叫你们 回去 金门 马子 或 平潭岛 所以他们也知道 自己在统计 我跟 朋友讲说 跟同心报告说 你要去申请的话 申请 日本时代的 父子 说你的阿公 你的 阿嬷 的 父子 腾本的话 日本时代的 父子 腾本的话 你说 我要分财产 我们家族的 财产 弄不清楚 所以我要 日记 日本时代的 腾本 他也没有 你的办法 这样大家不知道清楚吗 对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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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室所 我们是 地震室所 地震室所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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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室所 对 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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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有沒有清楚,他們也在算時間啊 所以,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報告說 所以我們要去分財產啊,弄不清楚啊 當然要以前的資料,我有地產很多,像你所說的地震師傅手 對啦,地震師傅手要用的,這也很好 我們跟他拍拍手 好,那我們看到,貨幣單位,我們以後會改為正台幣 我們新台幣不用,我們以後會改正台幣 那當然這個幣子不變原則,就記在帳簿上的單位的錢 是不會變的啦 這個也要知道,這個就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這個不變的啦 這個是會計期間 大家要記得,為什麼日本天皇下招式是4月1號 因為日本他們的會計制度是4月1號到3月31號 所以日本下招式的期間,就是 那麼重要性跟那麼穩健性啊 是講的,花的這個錢有沒有影響 簡單的例子說,我一個月做幾千萬的生意 所以我要買一個一般的工具 花五六千,七八千 那這個就可以當作費用怎麼樣 開銷掉 如果你的公司一個月只做幾萬塊 那你要花八天多去買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就把它列為什麼?財產 類似這樣的觀念 這個就是重要性的情形 那再來啦 我們再看到成本效益的問題 這個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啦 我們有特別的規定 在我們台灣公民全力法案29條有特別的規定 就是一本比小於一的啦 不能做執行 因為這個只給大家一個觀念 在我們會計制度裡面 要談到成本跟效益上的問題 再來啦 現金收付基礎啦 這個就是 凡是現金買賣才算是就對了 一般的現在的那個比較小的醫院 私人的診所差不多都是用現金收付制度啦 現在我們政府單位還有一般公司都要採用前者發生基礎 最簡單來講前者發生基礎就是說 今年發生的收益一定要跪今年的賺的錢 如果是明年的收益啦 今年先收 明年的收入今年先收 這個不能算今年的 一定要算到明年的收益 這個叫做前者啦 這個叫做前者啦 在哪一個十點發生 算哪一個十點的 現在啦 我們的會計啦 都採用前者發生基礎 那會計政策啦 那麼我常常舉例啦 那麼西樓大橋 我們沒有錢先跟沙烏地阿拉伯借錢來 來所以收過路費 收收收收然後還掉這些借款 這個叫做可以用會計政策來做 內部控制的意義 我們只要啦 是內部控制是一個管理的過程啦 我們只要是要經由管理階層的設計 由高階層的核准以後 要達到這三個目標 一個可靠的財務報道 第二個是有效 那麼有效率跟有效果的營運 還要遵循我們法令 那上到這個階段 違背法令最多的就是馬英九 為什麼 他都不遵守嘛 那個 那個也那個我們要那個 高等法院都判要賠啦 他也不遵守 他也不賠 再來說欸 公務人員那個3%根本沒有預算 他也照花 最不遵守 所以搞得這麼亂 那當然 只要內部控制的是財務報道的舞弊 跟侵占這個資產 只要內部控制在環幣這兩個 那我們時間上的因素啦 所以我們的重點啊 那麼大致都跟大家報告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起立 走勒 休睡十分鐘 開演 Size 感谢观看